那时候,耶稣周游各城各村,在各会堂内教训人,宣讲天国的福音,治好一切疾病。 他看见群众就对他们动了慈心,因为他们困苦流离,好像没有牧人的羊。 于是对门徒说,庄稼多工人少,所以你们应当求庄稼的主人,派遣工人来收割。 耶稣把十二门徒叫来,受给他们制服邪魔的权柄,可以驱逐邪魔,医治各种疾病。 基督的福音,基督我们三名。 感谢天主,今天我们一起庆祝这一位了不起的圣人,维安爱神父。 他出生在1786年,1786年,活了七十多岁。 所以他去世离我们现在还一百六七十年了。 他的尸体还没有腐烂。 几年以前,我最近一次去那边是去年,前年去那里,朝圣带着人们。 什么时候,他的尸体这些年在外边一个水晶棺里放着,你可以看到他的样子。 几年以前跟他换了一次衣服,很奇怪的是,衣服都烂了,不能动。 一打开那个水晶棺,衣服都已经一块一块了,所以帮他弄些衣服来。 跟他穿新衣服的时候,他的胳膊还是活的,跟他穿衣服就像我们的活人一样,已经死了一百五六十年了。 这个是全世界很少有的几位,他们的身体还在,没有腐烂。 这是天主给的一个特别的祈恩。 有一天你们去那里朝圣,我希望有这样的机会。 他住在一个小村,一住在那里就是四五十年。 这个小村叫阿尔斯,在法国的第二大城市里昂旁边,大概五十分钟的路。 为什么我这么熟悉呢? 因为我在那个阿尔斯村里面住了一年,那里有一个修院。 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修士们在那边读书。 所以我在那边读了一年,每周一两次到他的尸体前祈祷。 也特别请他保护我,照顾我,也为所有的神父们祈祷,因为他是神父们的主宝。 这位圣人,他到底做了什么呢? 在他最小的时候,他不聪明,读书很笨,学拉丁文。 正说对于一个欧洲人来说,学拉丁文是很简单的。 就像我们读一点古文,读一点诗词。 每天有课,你应该读懂吧? 大概的意思应该能掌握吧? 威亚奈不行,他读不懂。 所以考试成绩真的不怎么样。 为此他祈祷,他也很下功夫,到最后还是不行。 读神学哲学最后也过不了关。 本来在做神父之前,要经过一个考试。 考他的时候,对不起,不及格。 后来他跟着的那位神父,就是本堂神父,就跟主教说好话。 说对不起,我这个学生胆子比较小,一考就忘了。 能不能来我们家考试? 别去那儿,主教那儿考了,主教来我家考。 最后主教派修院的院长等等,到他这儿来考。 还算勉强成绩好一点。 最后说,那圣神父吧。 最后决定祝圣他神父的时候,大家开会。 有一些反对意见,有一些支持的意见, 最后让主教看。 主教说,那好,成绩反正就这样了,再好也好不到哪儿去,很明显。 考了多少次都是不理想。 那么我问一句,他热心吗? 经常念玫瑰经吗? 祈祷怎么样? 一说这个,本堂神父就来劲了。 要说这个,没有一个孩子比他强。 每天念诸不离手,一有时间就朝拜圣体。 主教说,那好,就凭这个,过了。 祝圣吧。 圣完神父以后,说把他放到哪儿呀? 这个神父,你说没地方放他。 后来有一个神父,他说,哪里有一个堂区,叫阿尔斯,让他去那里吧。 本来在这之前呢,让他跟着一个本堂神父, 怕他什么事情都处理不了,让他做副本堂。 后来过了几年之后,正好这个堂区神父去世了。 其实这个是一个小地方。 所有的教友的人口加上二百零几个人, 二百零四个,二百零二百二十多个人, 按户口策上,不是都念经。 后来有人就建议说,让他去那里吧。 反正大事也出不了。 就那么个小村,也没人念经,那里最安全。 其实出这个主意的有一点,我不知道他怎么想的。 只要来这里一个本堂神父,上一任本堂,六个月就死了。 在前边已经好多年没有本堂了,最后让他来,结果他就来了。 到这儿以后呢,有一次第一天,第二天晚上, 他的小教堂比这个还小,比我们现在的祈祷师还小,有这个一半。 旁边是他睡的房间,本堂神父的住所在旁边, 中间搁着一个过道,有三米宽的过道。 他就站在他的房间的那个厨房,就望着这个教堂发呆。 别人就做好饭了,说神父吃饭吧。 他不动。 又叫了一次,说神父你吃饭吧,饭做好了。 这时候他就回来。 他说,这个教堂太小了。 那个老太太做饭的就说,神父你刚来不知道, 这个教堂很大了,我们念经就四个老太太念。 你看这多大。 神父说,有一天站不下。 结果在神父生前,每天到那里朝圣一两千人。 所以法国政府专门在那里设了车。 本来一个小村,离里昂以前的交通又不方便, 专门通车往那里走。 就是带世界各地的人去那里。 怎么那么笨的一个神父,没有能力的, 到后来变得那么出名。 他靠的是天主。 一开始刚到这里没有人念经, 他每天祈祷,提着一个小灯笼到圣体跟前。 往往到最后怎么样? 什么时候回去? 当他来的时候,大家说,你看,神父去祈祷了。 旁边是广场,教堂前面都有一个广场, 人们在那里亮日。 结果看到神父进去,不见神父出来。 神父往往出来就是凌晨了, 或者深夜,或者第二天太阳都出来了, 神父提着灯笼, 就出来了。 他做什么呀? 在耶稣跟前一跪,就是十几个小时。 他就一句话, 耶稣,求你改变这里, 求你祝福每一位, 他们是你给我的羊, 我不知道怎么样牧放。 求你管理, 求你改变。 每天就是在耶稣跟前这样, 当他讲道的时候, 他不会讲。 怎么办? 自己搬一个凳子, 跪在身体跟前, 拿着书, 趴着这个凳子准备道理。 耶稣, 你要我讲什么, 放到我的口中。 这个可怜的神父, 准备好了以后, 写一个稿子, 写好了, 开始在广场上来回散步, 读来读去。 大家说, 你看我们的神父在背他的道理稿, 因为明天是星期天, 好几天之前他就准备, 就开始背。 等背完了之后, 到了主日, 讲道台上, 他一站, 词都忘了。 大家都不好意思看他, 都低着头, 因为你不看他, 他还紧张。 所以, 也不敢笑, 神父在上边就不知道讲什么了。 就这样, 这是开始那几年, 到后来, 他也没有时间准备, 他每天听告诫的时间十几个小时, 到他生命的最后几年听告诫, 二十到二十二个小时。 一天多少个小时啊? 看。 因为人们排着队来找神父听告诫的, 要排最长的时候三天三夜, 你要带着被褥到广场上睡, 排着队听告诫。 到神父这里来, 哇, 他没有时间做别的, 吃饭的时间也没有, 很简单, 他到这来以后, 还真的, 你们现在饿了吗? 饿了, 再坚持一会儿。 这个神父, 后来大家给他起一个名字, 叫土豆神父。 为什么叫土豆, 不是说长得粗粗的圆圆的像土豆, 而是每天吃一两个土豆就解决了。 有人给他做饭, 他说你不用给我做了, 你家里有孩子, 你去照顾孩子上学, 不用管我, 我很简单, 你给我拿点现成的干粮来就好了。 那个人实在也得听神父的, 没办法, 后来就蒸面, 烤面包, 就像我们蒸的馒头, 又白又大又鲜, 哇, 很好吃的, 给神父弄了一篮子。 开头几天, 看着, 过来看看, 面包不少, 再过几天, 还不什么少, 奇怪, 他就来找神父, 神父你要吃饭呀, 身体重要, 神父说好, 没关系, 你不用管我, 神父吃得很简单, 结果到后来几周以后他发现, 哎, 拿过去的面包, 过两三天, 就下去一半, 他说哇, 神父的饭量还真大, 开始不吃, 怎么现在开始吃了, 所以每一两三天, 弄一篮子面包, 每两三天弄, 好高兴哦, 结果有一天他发现, 哎, 到神父那里去了, 没人, 到旁边胡同里一看, 神父在给一个人说话, 手里拿着那个面包篮子, 在说什么呀, 他听不清, 他到窗前, 在神父后面在看, 神父跟一个要饭的在说, 说行, 今天我就这些了, 给你, 刚才有别人来过, 我给了他几个, 现在剩下的都给你, 把你的给我吧, 那个要饭的说, 好, 把从布袋里面, 那些干的, 酸的, 臭的, 那些面包, 拿给神父, 神父把那些好的, 给他交换了, 结果这个发现, 是怎么回事了, 开门就跑出去, 说神父你在干嘛, 我那么好的面包, 你都送给人了, 神父说, 哎呀, 谁吃不吃吃啊, 他们挺可怜, 一天吃不上顿饱饭, 就这样吧, 照顾他, 就是照顾耶稣了, 就等于我吃了不好吗, 哎, 没办法, 到后来, 发现神父不吃面包, 也就不给他做了, 神父说, 好, 你煮一点土豆, 或者我自己煮, 煮一篮子土豆, 挂在房梁上, 每天回来, 吃一两个土豆, 就这样, 吃了喝点水, 每天就是这样的生活, 他在祈祷, 耶稣说, 有一类魔鬼, 非用, 祈祷和摘戒, 是不能把他们赶走的, 为什么那里, 有那么大的力量, 他后来基本上, 没时间准备讲道理, 他站到讲道台上, 旁边是圣体, 他就说, 你们看他在那里, 耶稣那么爱我们, 在我们中间, 你们还犯罪, 让他难过吗, 很多人就都哭了, 就那么简单, 大家能感觉出来, 他的话不是他的, 是来自上天的, 有一股力量, 穿透他们的心, 有一位著名的讲道家, 写了很多书, 听人说, 在那个小农村, 有一个神父讲道理, 讲得特别好, 我们去那里了, 这个是巴黎的, 有一天他也就来了, 坐车来了以后, 在人们中间, 哇, 到处都是人, 他听完道理以后, 来找神父, 神父讲得很简单, 他说, 神父, 很高兴认识你, 这个一看, 神父好, 你从哪里来, 这个神父说, 我从巴黎来, 你贵姓, 神父说, 我是某某某, 哇, 一说吓得, 我压在神父, 脸都白了, 神父说, 刚才我讲道理, 你在吗, 他说, 在, 神父说, 你知道我讲的, 都是你讲的, 我参考的书都是你的, 我要知道你在这, 我可不敢讲, 好来神父说, 好吧神父, 今天我很有幸, 听了你的讲道, 但是我想告诉你的是, 我讲道跟你一样, 到处都是人, 高洁厅上面做的都是人, 因为没有地方, 感谢观看,